愿我们的散念与努力 使人心得以进化 宣读是此 此大传播系大四学生 一早聚集尽丝经社 用最真诚的心参与受跑仪式 面对网络媒体当道 师长也以暴增导证四个字 勉励同学 我想各位的技术能力 其实应该在学习 就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媒体饲养 如何在这样的一个 刚才提到一个非常挑战性的 一个非常复杂的成年世界中间 能够变成一个清流 那就必须要有非常好的 一个明辨思辉的能力 实习前的毕业展中 也看得出学生的用心 不论是纪录片 剧情片或者是平面摄影 他们运用不同的媒介 说自己的话 看着孩子点滴成长 在座的师长的见证 充满感动 希望我们在五月回来的时候 能够一起展现出那最美丽的果 可以证明现在 我们每一朵花 绽放得如此漂亮 不是虚伪的 爸爸妈妈都相信你们 是有能力的 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保持 你们这个热情的活力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 受好 结果祝福 这群孩子即将踏入职场 实习半年 他们也发心力愿 要成为媒体清流 传递更多真善美的动人故事 大海新闻 邓明仪 杨洁婷 花联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